每天下午打卡华家美各大市场 先过来蜂巢字体会取几个粉丝寄过来的包裹 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有什么宝贝 我说还有一个 11 Pro Max 他用那个GPS的时候会显示GPS信号弱 还没平息 看了一下分析报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据顾客描述 在使用地图的时候GPS会显示信号弱 现在我们就测试一下 经过阿柴的测试确实有这种问题存在 他的这台机器是国行的 而且还在宝的 之前在朋友那边买的 像这种还在宝的机器 阿柴就帮他预约一下苹果的售后 看看明天能不能换一台机器回来 预约了中午的11点40 然后早晨刚睡醒就去了一天的假日广场 坐了十几站地铁就到了 现在我们在直营店的一楼 找到苹果的工作人员登记一下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等了 店内还收不了 有反厂不修的 这个数大概大概要多久 一周多到两周的时间 可能要对 到时候来这里取还是 您可以选择邮寄 也可以选择到店取 时间都是一样的 邮费是由我们付 您可以选择公司或者家里地址都可以 那翻厂 第一次 新冠军 一番检测之后 苹果的工作人员 把我们这台机器做了一个反厂 具体能不能换出来一台新的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我们就直接回家等消息吧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